第一百届玫瑰公主选拔 这个礼拜结果出炉 来自南加州各大高中一千名女学生中 最后选出七名女孩 成为玫瑰王室的成员 她们将在未来几个月内 挑战超过一百场的社区活动 并且出席2018年元旦的玫瑰滑车游戏 玫瑰皇后与玫瑰评委会表示 今年从仪态风度 口语表达能力 学术成绩 领导才能 以及社区与学校的参与等 众多评选当中 最后选出七名玫瑰公主 她们分别来自于 Persadina高中 雅凯迪亚高中 以及La Canada高中等 不只代表玫瑰花车委员会 为社区带来新气象 这七位玫瑰公主中 会依照她们参与表现 最后选出一名玫瑰皇后 来迎接2018年1月1日 玫瑰花车大游行 并且展示主题与众不同 东方新闻 彭迪杨平俊 洛杉矶采访报道